俄罗斯研制的铠甲S-1弹炮、核一防空系统。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当地时间周一凌晨, 叙利亚大马士格附近再次传出爆炸声。 以色列军方此次毫不讳言,对叙利亚境内目标进行了空袭。 而叙利亚方面则宣称,击落大部分来袭导弹。 分析指出,这可能是俄罗斯向叙利亚方面交付F-300后, 以方对叙利亚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 那么,叙利双方,谁是这次行动的胜利者? F-300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针对以色列的空袭,叙利亚方面则声称,击落大部分来袭目标。 俄罗斯卫星网21日报道称, 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表示, 以色列1月21日凌晨, 使用导弹从空中和地面, 对大马士格扎起密集打击。 续防空部队成功击落其中大部分目标。 当地时间21日凌晨, 一时时分至两时, 在大马士格可以听到剧烈爆炸声。 该消息人士称, 大部分导弹在抵达目标前被击落。 报道称,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员引记者的消息称, 防空部队击落数十个以色列目标。 该电视台指出, 攻击中使用了各种类型的武器。 该电视台记者称, 导弹是从黎巴嫩领空, 以及以色列加利利地区的北部, 和泰巴列湖地区发射的。 而路透社称,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 引用俄防空控制中心的数据称, 叙利亚军方的防空系统, 击落超过30枚巡航导弹和制导炸弹。 报道还称, 之前以色列针对大马射格东南机场的空袭, 导致4名叙利亚军人阵亡, 6人受伤。 俄自由媒体21日报道称, 在此次对抗以色列打击时, 俄向旭提供的山毛举和铠甲防空系统发挥了主导作用。 俄罗斯共向叙利亚提供约40套铠甲弹炮核一防空系统。 铠甲S-1系统, 主要拦截低空目标。 它在20公里范围内, 能够有效击中目标。 山毛举防空系统是在苏联时期提供的。 但后来俄将该导弹系统更新为更先进的山毛举M-2E防空系统。 它配备的防空导弹可打击高度为15米至25公里的目标, 射程为45公里。 在此次行动中, 没有消息说, 旭军使用了F-300防空系统。 目前, 在旭部署有三个营的F-300防空系统。 每个营配备八具发射装置。 旭军还装备苏联产的S-125、S-200、黄蜂等防空系统。 俄军在叙利亚还部署有两个营的S-400防空系统。 主要用于保护俄罗斯再续的军事基地。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比赛前, 空军工程大学学员小心翼翼的调试无人机, 为比赛做最后的准备。 核心设, 一路向北, 灰色天空笼罩的魏北高原。 在车窗外清晰可见, 厦门大学学生李轩, 凝望着与南国久役的风景。 期待着即将进行的大角逐, 龙东腊月。 来自全国百余所军地高校, 科研院所, 和一线部队的最强战队, 来到空军工程大学。 800余名选手, 在该校三园校区, 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巅峰对决, 亮剑渭水河畔, 熬战空军校园。 此次制胜空天赋20118, 无人机挑战赛卓远智能无人领域和无人作战的前景。 组织了无人机多目标识别, 无人机定点攻击, 无人机空空对抗等课目。 使亲戚的校园激情赐火。 赛场上, 不可控因素太多。 计时器的数字在飞快变换。 厦门大学学生李轩宁的额头上, 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观众也为他捏把汗。 还是不行。 数据反馈飘忽不定。 完全无法选择路线。 队友急切催促着。 虽然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在前调试时, 李轩宁还是乱了阵脚。 正当他们准备检查代码逻辑时, 裁判案停了计时器。 准备时间到。 出局。 一声六下。 李轩宁无奈地关上了电脑。 随后他满脸苦涩地掏出手机。 亲眼目睹自己的死亡。 一段为字附上欲哭无泪的表情。 他在朋友圈, 写出了最真实的感受。 赛前, 李轩宁团队六记迷宫。 五次探路成功。 谁能想到夺冠的热门队伍, 竟死在泥宫口。 赛前模拟探路时, 电磁环境单纯。 无信号干扰。 但比赛打响后, 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 杂波严重干扰雷达信号反馈。 导致李轩宁的无人装备失控。 临阵败退的不止李轩宁。 适应赛场的队伍接踵而至。 又接连离开。 只有空军工程大学学员胡正豪和他的陆战雄英坚守在迷宫旁。 天寒地动。 暴露在北风中的双手, 因为长时间敲击键盘已经贩子。 为了提高距离测算准确性。 胡正豪一干就是一天一夜。 不可控音速太多。 只能劈一把。 无人装备启动。 通过执行岛。 有惊无险地转过两个弯。 即将转过第三个弯道时。 因转向角度不够。 雄英撞向隔板。 再也没能重回正轨。 胡正豪揉了揉皮卷的双眼。 带着他的陆战雄英心有不甘地离开赛场。 隔板厚度和地板平整度与实验室模拟迷宫不同。 束船雷达有杂波。 传感器低温便迟钝。 第一个比赛日结束。 雄英频频哲议。 多项难题暴露出来。 事业。 大黄蜂代表队的何泽鹏。 一手举着无人装备。 一手举着手电筒。 在迷宫旁找门路。 他边思考,边夺步。 不时向右或向左转。 就像迷宫里的探路车。 何泽鹏将手电照向隔板。 涂有反光材料的隔板,反射着手电筒的光芒。 何泽鹏眼前一亮,红外线,为何不直接给无人装备装上眼睛,加班整晚。 一日清晨,只见他的无人装备上多了一个红外探测仪。 弯道就在眼前。 何泽鹏紧张地扶了扶眼镜。 砰! 无人装备如同熊瞎子,直接转向死胡同。 光线! 光线! 教员郭静喊道! 光线太强! 红外探测误差更大! 一语道破梦中人! 何泽鹏辛劳整夜! 血因没有考虑早上亮度偏高。 一切努力复之东流。 真正的圣者! 成绩不是唯一牵挂。 至圣空天赋20118的会期, 在风中烈烈作响。 经地学子高举证书,呼喊学习, 创新口号的精彩一幕, 永远定格在镜头里。 你们用的是非控与机在处理器相结合的上下联合模式吗? 学员李征的脑中,只有一个愿望。 向大喀拉直问号。 大赛之旅。 他的感受只有一个震撼。 李征是陆军工程大学大四学员。 因痴迷无人机技术。 多次参加国际飞行器设计范式。 在圈内小有名气。 至圣空天赋20118赛场上。 曾在各类理念创新比赛中, 所向披靡的李征。 却在无人机硬件设计, 软件应用比拼上铝袖打击。 2V2空战现场。 李征带着战机, 抵达蓝方站位。 进行最后的战前调试。 蓝方战机允许起飞。 一声六下。 李征的战机垂直升空。 刚离第四米。 战机猛地砸向地面。 托底支架直接甩出城外。 蓝方申请弃拳。 为了不让战机再受损伤。 李征选择弃赛。 比赛结束。 李征心有不甘。 站在对手的无人机旁, 久久不愿离开。 看着对方技术先进, 造架不菲的新型无人机。 他连猪炮般向对手抛出问题, 这款机在处理器优势是什么? 悬一风压过大的难题, 你们怎样解决? 返回学校途中。 在急迟的车厢里。 李征翻看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真经。 在朋友圈写下参赛心得, 自认为新奇的创意。 实际上早已经实现。 自己在问为什么是一的时候。 很多人已经在询问为什么是九十九。 在科技创新面前。